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所吩咐都来聚会敬拜神 我们知道 在不论是神的人看起来 这个是多余的 这个是浪费时间和生命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很清楚 我们敬拜神 神与我们同在 而且指引我们的道路 我们就明白走生命的道路 正确的道路 我们可以一直走走走 从世界上的路走走到 人生的路走走走到 天上永生天国 那个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这个是生命的来源 以及归回之道 我早上就要讲建立信仰 建立信仰 这个就是信仰 信仰为什么这么重要 有的人不明白 所以把生命浪贵在世界上 很快就过去了 一生百年之内 也就不在了 所以投资错了 到那个时候 恐怕就觉得太晚了一些 感谢主 我们都是有福之人 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信仰 信仰是非常的宝贵 有的人把他当负担 我已经信了 但是我怎么长长时间都在这里 我没办法跟我的同学 跟我的同事一起把时间 用在别的地方去发挥一下 这个世界这么样的多彩多智 事实上我们知道 最近这几个月 从去年到今年 只要神没有阻止 你看这个新冠肺炎一直到今天 疫情还这么样的复杂严重 好像快要没有了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是掌管在神手里 并不是我们人 那么轻易就可以脱离的 已经四个半月超过了 我们被封锁 被隔离 跟家人隔离 要用隔板 这个人家都在笑 跟同事 在公车上 都很有危机感 防备等等 你就知道 生命是很脆弱的 你从来没有想过 起来就要戴着口罩 想到这一点 有的人就绝望 他还是要忧郁症 发作 实在很可怕 所以我们知道 什么最重要 信仰最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信仰的来源就是 生命 生命两层 肉体的生命 以及灵魂的灵命 灵魂的生命 这个是两层生命 而且灵魂的生命 这个真正的叫做信仰 它的一个支撑点 就在那个信仰 就是灵魂的生命的支撑 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 属灵的信仰 认识这个信仰的宝贵 主耶稣来 就是带领我们 认识真信仰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路加福音十四章 路加福音十四章 十五节 十四章十五节 同时有一个人 听见这个话 对耶稣说 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 在神的国里吃饭 很多人搞不清楚 神国里吃的饭不是白米饭 神国里吃的饭是灵魂的生命 灵粮 耶稣说 我就是从天降下来生命的粮食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你在神国里吃饭 真是有福气 十六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有一个人摆设大言席 这个言席是什么 原来大言席就是我们的信仰 就是我们的救恩 请了很多人来 十七节 作息的时候 打发仆人 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肉齐备 十八节 众人异口同音 推辞 三个人推辞 第一个怎么说 我买一块地 我要去看地 你看现在有人在自产 一样 准我辞了吧 他就是没有福气的人 十九节 第二个人说买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牛 好不好 会不会耕地 中国迟了吧 好 他也走了 二十节 第三个 我才娶妻 我不能去 我要与妻子同乐 二十一节 那个仆人就回来 报告主人 家族动弄 对仆人说 好 就到城里面 大街小巷 去带领 换一些人 是谁呢 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瘸腿的 这些人需要耶稣 这些人需要主 需要生命的信仰 二十二节 仆人说 主啊 你所吩咐的 已经办完了 还有空位呢 二十三节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 在路上 在黎巴尔那里 勉强人进来也可以 这个是救恩 真是奇妙 主耶稣的救恩 有的时候在勉强人 不知道的 把他抓进来 抓进来以后 他明白以后 好高兴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二十四节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那些人 没有一个得偿 我的言习 感谢主 所以我们刚才唱一首诗 耶稣拣选我 真奇妙 是我们找到耶稣 还是耶稣找到我们 有的人说 我今天找到耶稣 我很聪明 也可以这样讲 可是 不是这样 是主耶稣拣选我们 不是我们找得到他 我们是有罪的人 找不到圣洁的神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 在世上流浪 一直到死亡的生命 所以这个信仰好重要 当你找到信仰的时候 你的生命才开始有了生机 所以你要开始追求这个信仰 所以信仰是这么样的宝贵 这是第一点 我在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但是主耶稣又说 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14节 马太福音22章14节 因为被造的人多 险上的人少 虽然我们刚才说 这个救恩明明是要给我们的 好像人人有份 好像还勉强你 都是你自暴自弃 自己放弃 你不要来 不要来接受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丰盛的言习 的信仰 被造的人多 主耶稣说 险上的人少 好可惜 小心 要小心 这个信仰就是这么回事 有的人刚来信耶稣的时候 好高兴 因为我的难题 主耶稣帮我解决 因为我摸到的耶稣 摸到的耶稣 就是找到了神 接触到那个看不见的神 好高兴 得到圣灵 有了体验 好高兴 我来信主 很快乐 还去告诉别人 要来信耶稣 可是日子久了不一样 日子久了 哇 又到世上去流浪 所以呢 他又把这个事情放下 放下 我不要去教会了 我现在要努力读书 我要读到博士 然后呢 读完了 想要来救进耶稣 我现在要开始忙 忙忙 等我这个事业有基础 等到我成家立业 有好多方向 目标 又把耶稣 搁置 搁置 没想到一不小心 生了一场病 身体已经弄坏了 想要来救进耶稣 来不了 要来教会 你知道你今天能来教会是多快乐的事吗 这个很难得 有的时候我们的脚扭伤了 想要去聚会都没办法 那个时候也没有直播 反而是现在疫情之下 我还可以用直播 在家里就可以听听道理 很快乐 可以祷告 事实上 主耶稣跟我们没有什么阻隔 你在家里祷告 他就跟你在一起 但是你来教会聚会 不太一样 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 很快乐 你可以跟他交通 这个很难得 那个生命的交流 从神的生命跟你交流开始 你跟弟兄姐妹的生命的交流 这每一步每一步都是进步的 都是让你更清楚 这里在讲 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所以这个信仰 一定要好好的学习 努力学习 要不然搞不清楚 学习认识神 这个就是信仰 神在哪里 找不到 这个世界找不到 但是你要努力 你有心 神就会显给你看 我现在讲一个人 看创世纪十二章 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 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 耶和华就是犹太人 对于真神 天上的神 看不见的神 的一个称呼 耶和华 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 他的意义就是说 自有拥有的神 自己有的 永远存在的 这两个都是不可能的事 只有神能够担当 这就是永生 没有开始 没有结尾 永远不死的神 耶和华 好伟大 有代人 他们认识这样的神 就是创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神 去哪里找 找不到 看不见 是属灵界 不属于物质界 物质的世界 其实是很渺小的 但是我们一直在挖矿 我们一直在 研发科学 我们在想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进攻太空 等等 哎呀 这个人啊 都在从地球开始 在那里挖掘一切的宝物 但是不知道 这些宝物的来源 不知道 这个物质的限制 只有知道地球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越来越明白 天文学 天文学一直发达 千千万万数不尽的星球 哎 有人啊 最近上个礼拜 有人啊 三个太空人 有一个报道 进入太空 他要发可能上亿万元 才可以 到太空去 但是呢 还是要回来 他不回来 他去哪里 他 他要死在那里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知道 人啊 一想天开 要找那一位神 实在很困难 找不到 找不到 很可怜 很可惜 但是 这一位神 找到你很方便 所以你看看 十二章 耶和华 对亚伯兰 这个人是有福之人 对他说话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 只是你的地去 第二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到福气 第三节 为你祝福的 我要赐福给他 那个咒诅你的 我要咒诅他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何等大的祝福 应许 第四节 亚伯兰听见 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年纪七十五岁 在那个年代 这个亚伯兰 活到一百七十五岁才死 这是他们的年代 不是我们的年代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有疑问 没有疑问 他那个年代的人 年纪很长 我们现在已经固定 一直缩短缩短 百年的人生 当时七十五岁 还算是人生的壮年 还没有过半 一百七十五岁才离世 七十五岁蒙造 不简单 这个人找不到神 神找到他 我们刚才一直讲 我们是属于地球的人 物质界的人 神是属于天上的 属灵的 看不见的 好像我们的灵魂 看不见的那一部分 那一种性质 神是最伟大 永存的灵 刚才我们一直讲 是最伟大 创造一切的 如果你读创世纪 你的智慧就增长了 神创造天地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说要有天地海 都出现 原来是这样 绝对不是突然间冒出一个麦克风 好多人 集他们的智慧 用许多的物质 做出来一个麦克风 我们了解 这个座椅都一样 全部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集众人的智慧完成 天地海这个世界 这些所有的元素 矿产 哪里来 这个是神造 怎么造 用他的权柄能力 才有资格称为神 假如我们找到这位神 我们的信仰建立起来 你知道何能伟大 何等的福气临到你 当时临到的人是亚伯兰 所以这个亚伯兰实在 很奇妙 很奇妙 他听了就遵从 如果有个人跟你讲这样的话 你听懂吗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一定是那个伟大的力量 震撼 一直进入他的心灵的深处 所以亚伯兰听了就 突然间就感动震撼 听了就相信 能够相信 这一位神都伟大 不简单吧 我们再看这个 《使徒行传》第七章 《使徒行传》第七章 第二节 《使徒行传》七章二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 《使徒行传》的正道 诸位父兄 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是谁 就是刚才那一位亚伯兰 后来被改名 神改他的名 亚伯拉罕 他是多国的父 在米索泼大米 还未住进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好 读到这里 原来那一位讲话的 不是一般人 是荣耀的神 荣耀就是荣光 荣光灿烂 不得了 今天假如没有电 晚上的时候黑漆漆 你的心灵也暗淡下去 你不小心就撞到东西 就受伤 提到东西就跌倒 这个就是暗淡黑暗 如果人生黑暗 你知道 那个人生不如死 是不是 所以你越想越明白 荣耀的神 像亚伯兰显现的时候 是进入他的心灵深处 有了光 这个光是真光 是生命的光 所以他会震撼 叫他做什么 他明白 他感动 很感动 我要去做 你要离开本地 本地 本族跟富家 往神叫你走的地方去 人生的方向 灿烂起来 虽然所讲的是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但是 亚伯兰好高兴 好高兴 他就带着他的职儿 罗德 刚才我们读过了 就离开了 这个哈兰 就刚才 如果你读这里 就知道 这个七章这里也有 他就离开 迦勒底的乌尔 来到哈兰 又从哈兰 来到了迦南地 后来这个迦南地 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国 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国还在 以色列国 大家都看他们是小 但是影响力大 不得了的国 这个原来就是 亚伯兰的国 神让他成为大国 赐给他这一块大地 这一块大地 好像很小 迦南地 但是影响力 整个世界 所以美国的那个商业 那个华尔街 犹太人在掌权 怎么搞得 这个犹太人 就是以色列人 怎么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 就是神的应识 如果你这样做 我就要赐给你一个大地 以色列国 加南地 成为大国 以色列国 看起来小 但是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怎么打也打不死他 打不灭他 他已经灭亡过 超过两千年 复国 有这样的国家吗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 你想想 不简单 因为这是神的国 让你成为大名 你知道吗 我们东方才有宗教 有四个宗教 都称亚伯拉罕 是他们的祖宗 什么基督教吧 天主教吧 对不对 回教也是吧 还什么哪个教 我都忘记了 四个教 四个教 你回去看 查就知道 都称亚伯拉罕 是他们的祖宗 所以他那个名称 这个名是大名 而最主要那个大福 又临到了 大福是他的子孙 要多起来 好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数都数不完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 历代的以色列人 虽然被这个纳粹党追杀 但是死不 打不死的蟑螂 为什么 神与他们同在 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 这是信仰的力量 还有一句话 刚才我们有读过 地上万族要因你得福 你的后裔得福 是谁 耶稣 耶稣出现了 他的后裔 耶稣 今天这个世界的人 越来越知道 这是一个可歌颂的名 这个是神 赐给人 神自己的名字 神自己的名字 让我们认识的 叫做耶稣 他要把得救的百姓 属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所以人生绝对可以超越 百年的肉身 生命 可以得到永生 这个圣经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这个信仰 太伟大 一定要建立这个信仰 很多人 随随便便 因为这个世界的物质 蒙蔽他的眼睛 蒙蔽他的心灵 所以只有在世界上 他不知道 把那个生命 时间投资在信仰上面 感谢神 我们今天在座的人 每一位 是很奇妙的 因为我们有体验 有体验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们刚才读的亚伯兰 他的爸爸叫做塔拉 塔拉 其实已经从 加勒迪 就是今天的巴比伦 就后来的巴比伦 那个加勒迪 搬搬搬出来 搬到哈兰地 停在那里 停多久 那个时候 他把他的家人 都带出来了 他有蒙照 还是没有蒙照 应该他有被照 所以他懂得 带家人离开 因为那个巴比伦 专门拜偶像 巴比伦 帝国 很出名的 如果你去读历史 专门在拜拜 好多都是偶像 在那个地方 你要认识 真正创造万路的神 找不到 所以神就把他带出来 从他的爸爸 就开始带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创世纪的 十一章的最后那一段 我现在没有提起 你注意哦 你可以回去看 我们刚才是读 创世纪十二章 一节到四节 创世纪的十一章的末了 就在讲 亚伯兰的爸爸叫做塔拉 他就带着他的 儿子 从迦勒底的吴尔 就是巴比伦 出来到了中途 有一个叫做哈兰地 他就住下来 在哈兰地的时候 神像亚伯兰显现 叫他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为什么 就是要指示他 你应该去拜那个 独一的真神 你要拜那个 创作万物的神 要拜什么 天上的爸爸 天父真神 肉体有 有我们的爸爸 我们每个人的父亲 但是你知道 那个是你一条命 活下来 一直到今天的是天上的爸爸 一个人给你一条灵魂 赐给你健康的身体 直到今天 这个生命是他试的 灵乐 合一 才是一个活人 所以想起这些事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个信仰要建立 我要去找属灵的爸爸 天上的父 创造万物的主宰 他创造宇宙万物 最后创造我们的祖宗 我们今天台湾人拜祖宗 有没有拜到 拜不到 祖宗已经死了 只能够尊敬 只能够思念 没办法拜到他 我们要拜的是 创造我们祖宗 第一个始祖的是谁 就是亚当夏娃 就是天上的神 创造他 亚当夏娃 这一对夫妇 衍生到今天 将近二十亿的人口了 不得了 神还在掌权 天上的爸爸还在掌权 你要赶快找到这一位神 对不对 所以这个信仰 你能不建立吗 所以我们第二点就是说 要认真学习信仰的内涵 真的认识他 而且跟他达成来往跟沟通 这个信仰就是活的 就是真的有生命的信仰 我刚才讲了一半 那个亚伯兰的爸爸 他达到了哈兰地停下来不动 信仰要是停下来不动 会退步的 退步 所以这个塔拉和他的第三个第二个儿子 拿赫就一直住在那里 一直住在那里 住在哈兰地 所以塔拉呢 当亚伯兰离开了哈兰 往加兰地走的时候 塔拉又住了七十年 塔拉住几岁 活了几岁 两百零五岁 结果塔拉又住了七十年 他的信仰就停在那里 照讲他要跟着他的儿子亚伯兰走 为什么 因为他的儿子亚伯兰 有天上的神启示他 亚伯兰什么都不知道 信仰是用什么 启示的 神是显现的 神显现 然后启示 你要做什么 然后呢 就应许是福 应许是福 刚才讲很多 一块地 一个国 对不对 还讲什么 一个大明 还说 数不完的福 这个不得了啊 所以刚才我们 一直在讲 这个信仰啊 要建立 有的人啊 半途就退了 下车了 半途就下车了 塔拉没有再继续努力 就停在半途 但是亚伯兰 勇往直前 荣耀的神 向他显现 他明白 今天啊 假如没有圣灵 我们这个信仰 是理论 是说明书 信仰 这个圣经 是说明书 讲真理 没有错 没有错 很多人都读 读了以后 生命没有活过来 生命没有活过来 很可惜 神在哪里 我好像还摸不着 他在天边 海角 我接触不了 这样的感觉 很失望 所以信仰 一定要建立起来 那个亚伯兰啊 不得了啊 他就是不断地向前 勇敢 前进 所以 也不然后来啊 跟神 非常的亲密 他每到一个地方 就 就组一个坛 献祭 那个是当时的 拜神的方式 到今天 没有那么麻烦 只要你跪下 诚心地祷告 用心灵跟诚实 就达到神那里 不需要去花钱 不需要发功夫 去组一个坛 宰一条牛 不杀羊 不杀牛 只要用心灵 诚实 敬拜神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这个信仰 这本圣经 从头到尾 要读清楚 一贯 把它连贯起来 那个感觉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建立信仰很重要 我为什么在今天 讲这个题目 你知道吗 因为 四个半月以来 我们用直播的 很多人 在家里 忘记聚会了 要恢复以前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教会 本来是做得满满的 做不下 是不是 要来的人 要预约 要分流 所以你看看 这个疫情 把我们搞得 我们有一点 忘记的 散漫了 所以我特别讲这个题目 建立信仰 被造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是不是 而且 要认真学习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一点 我讲信仰的重要 宝贵 第二 要认真学习 信仰的内涵 找到这一位神 第三 还有第三 我再讲这一点 就可以了 这一点要讲什么 这一点要讲 你必须要竭力追求 在那个神 给你的生命 永生有份 永生有份 所以 刚才讲的 一直在讲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是神的选民 神拣选他做选民 今天也拣选我们 进入他的永生有份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的信仰 好宝贵 要竭力追求 进入这个信仰 如果不努力 恐怕就赶不上 我们来看一个 《希伯来书》三章 十六节 三章十六节 那时听见他话 惹他发怒的是谁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失守 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启示 不容他们 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像那些 不信仇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 四章一节 我们既然蒙留下 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应许就是神伟大的 跟你的承诺 承诺 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 或有人 似乎赶不上了 好 读到这里 接下去 有福音传给我们 所以今天 我们听到的道理 就是福音 这个福音 太伟大 我们接受了 我们是什么 我们本来 跟这个福音没有分 为什么 我们不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 我们是什么 不认识神的人 在圣经里面 称为外邦人 不是以色列人 都被他们称为外邦人 不是犹太人 就是外国人 但是我们今天 太幸运 我们已经赶上了 赶上什么 我们就是受洗 进入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神儿子的人 我们借着圣经 所讲的道理 去实行 受洗就赦罪 就成为神的选民 我们将来 在永生有份 所以这本圣经 新旧约 一定要读通 很奇妙的 就在那个古代 我现在要讲什么 讲一个人 那个人 很多人搞不太清楚 这个人怎么会得救 我要讲哪一位 他妈 他妈你知道谁吗 是一个女性 是一个迦南人 不是以色列人 竟然在耶稣基督的 家谱里面出名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一章三节 马太福音一章三节 耶稣基督的家谱 竟然出现 这个外国人的名字 这个就是 她妈 是一个女性 是 亚伯然 就是亚伯拉罕 生儿子叫以撒 以撒又生儿子 叫做雅各 雅各又生了十二个儿子 里面的第四个儿子 叫做尤大 尤大是从一个叫做 迦南女子 他妈 生下了双胞胎 刚才读的这一章 马太福音一开始 就是新约 恩典的开始 耶稣的降生到来 所以从一开始 就讲耶稣的家谱怎么来 从刚才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一直讲下来 马太福音一开始 一章一节 就是这样讲 结果里面 跑出一个不是 以色列人的女子 她的名字 怎么可能进入 这个犹太人的家谱 尤其进入 得救的人的家谱里面 耶稣基督救主的家谱里面 出现了 他妈 他是祖先 耶稣的祖先 这个他妈怎么会来 这个人 我现在这个记载在创世纪38章 这个人 我简单讲 这个人嫁给尤大当媳妇 本来是当媳妇 怎么搞的 从他生了 你看 这个很复杂 很复杂 我简单讲 犹大 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 排行老师 表现得很好 但是十二个儿子里面 还有一个更好的 就是十一号 是第十一个儿子 叫耶稣 本来 刚才讲 地上万族 因为你的后裔得福 就是这样 下来下来 里面有一个要生耶稣 子孙要生耶稣 本来 嫁进来是当媳妇 当媳妇 怎么从公公生孩子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是很难了解的事 但是在神没有不能 怎么玩 这个是怎么来的 你要搞清楚 就是说 本来要从雅各的 最好的儿子 约瑟后代出来 生救主 耶稣 使地上万族 全世界的人 因信耶稣基督 都能够得永生 这个就是救恩的脉络 是这样来的 可是 可是当时 发生的事情是怎样 因为他们来到迦南地 他们也没办法找对象结婚 人很少 所以 这个尤大 就为他的儿子 他生了三个儿子 长子叫做儿 娶了一个太太 就是叫他妈 在迦南地 娶了迦南女子 娶进来以后 这个迦南女子 很肯学习信仰 了解 这个以色列家族 从亚伯拉罕开始 神显现 开始信仰建立起来 一路 跟随这位天上的神 这个不得了 这个光 这个就是救恩的光 信仰的光 生命的光 真理的光 在这个他妈的心里头 扎根 扎根 信仰要学习 他很努力 这个人竭力追求了 要不然这个人没份 怎么样说没份 他在看 我是不错啦 我自己可能保住啦 可以进入这个信仰里面 将来啊 也回到天上的神的怀抱 安息 对不对 可是啊 那个长子儿 行坏事 做坏事 神不高兴 就让他死 而当时没有律法 律法还没有颁布 到摩西才颁布 所以不可以用律法审判他 要用当时的习俗 习俗在什么意思 当时就是说 兄中弟吉 如果哥哥死了 弟弟要娶嫂嫂 生儿子 名字 名分 是哥哥的 所以要生子立后 成为哥哥的孩子 所以呢 尤大就把第二个儿子 额兰 给他的媳妇 当太太 要娶嫂嫂 那额兰就取少少 但是额兰也做坏事 不照该做的事作 也死了 我简单讲 简单讲 剩下第三个 叫做士拉 这个士拉 还没有长大 尤大 尤大呢 没有信心 你看 没有信心 好可怕 不敢把第三个儿子 他说 好啦 回你良家去等待 等我第三个儿子长大 其实他心里说 我不要了 不敢了 如果再给他 我的第三个儿子 再死的话 我没有后代 不行 所以把这个塔玛 叫回去 穿寡妇的衣服 这个塔玛是 真杰 守真杰 守寡 他真是受苦 他行道 所以他没有乱来 在良家等待 等了好久 那个孩子长大 虽然年纪理他很大 但是他的公公 没有把那个第三个儿子 给他当丈夫 但是他还是忍耐 等待 等到那个创世纪 三十七章 约瑟被卖 去为奴 他的哥哥回来 骗爸爸雅各 你所爱的那个 约瑟已经被 野兽吃掉了 你看这件衣服 沾血 哇 这个事情 知道的人 知道内幕的人 阴谋 但是 不知道的人 约瑟吃了 这个塔玛是 不知道的人 所以那个约瑟说 这个塔玛说 本来我在想 这个家族 是神所爱的 我进来好高兴 得到这个信仰 有份 但是没有想到 那个该生 该接下来生 耶稣救主 那个弥赛亚的 这个耶稣死了 剩下我的公公 第四 还是 这个 从这个系列 要生后代 他是按照他的良心 不是 不是律法 是良心 现在轮到 我这一支 这个支 这一支 要下来 要生 救主了 所以他 所以他 在等 三个儿子 全部 没有希望 他还在等 等什么 不敢 轻举妄动 这个信仰就是要行道 守道 不可以乱来 他在等 有一天 他有听见 他的婆婆死了 这个习俗是什么样 刚才说 胸中地脊 再来 如果 没有儿子 公公要娶媳妇 在这个 这个社会 不一定能容纳 但是当时就是这样 所以 他已经等了习官 第一官 耶稣死了 接下来 两个先生死了 第三个先生不给他 再来 婆婆死了 现在 神的时候已经到 他等到这个时机 他的公公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 很可怜 所以 这个时候 发生什么事 他脱掉 寡妇的衣服 在路上 装成一个妓女 结果他知道 他的公公会经过 就 跟他 发生关系 后来 三个月以后 才发现 怎么 我的媳妇 怎么 怀孕 哇 他要 把她抓出来 做坏事 把她烧死 用烧的火烧死 好可怕 但是 他嘛 他不是为了情欲 做这个事 他是为了 神的应许 做这个事 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讲的 地上万族 要因他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 得福 他一直在 守着这一条 应许 神的应许 他 他 他很有把握 抓住 把柄 抓住证据 不是把柄 证据 证据是什么 当时 要 要 那个 犹大要召祭的时候 他把他留下了 应该要给他一只羊 但是羊还没有送来以前 他说 你给我一个档头 什么档头 好 把你的印 你的印给我 把你的腰带给我 把你的拐杖给我 这三样 他握在手里 哇 结果 那个犹大 是找 找人 送那个羊去 给那个 他嘛 已经找不到 这个 这个妓女了 这个妓女 早就 根本没有妓女 人家说 没有啊 没有 这地方没有妓女 哇 他说 不要再讲 这个下去 自取欺路 做了这件事 他自己 不义 在当时的习俗 可能还是农人 没有问题 没有律法 没有问题 没有判罪 但是呢 这个时候 他嘛 就说 请人家把这个证据拿出来 我跟谁 做了什么事 哦 那个 尤拉 尤拉吓死了 尤拉 很亏欠 第一个 他没有信心 把第三个儿子 给他当先生 第二 他自己召集 所以他 再怎么说 他都亏欠 非常亏欠 他说 那个他嘛 比我有益 所以 他也不 从此 他当然了 没有在 在同房 然后生下了 两个儿子 好 我们就 在讲这个什么 简单讲 在那个时代 背景下 还是有人 因信得救 因信得救 我们今天就是信娘 你以为你到 你信耶稣以后都没有都患错吗 全部都没患错 大过没有犯 小过可能有错 可能发脾气 可能怎么样 你自己知道 良心还是有亏 那个他嘛 所做的事 其实我们都很难接受 但是 这个人竟然在 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 这是因信得救 用信仰得救 我们今天当然没有 这回事了 有立法 这个是旧约 已经过去 有恩典 新约 主耶稣已经来 所以我们今天 不是按照 他嘛 当时所遭遇的那些苦难 很苦 不是我们说的这样 这绝对不是情欲 所以我们就知道 信仰要竭力追求 一直到得救的地步 要建立好信仰 最后看了一个经节 约翰福音21章 约翰福音21章 二十一节 彼得 看见他 就是看见约翰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个人将来如何 耶稣对他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什么意思 别人怎么样 你不要讲闲话 啰哩啰嗦 讲很多八卦 你的信仰 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所以今天 要建立起信仰 非常的坚固 你跟天父真神的关系 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要非常美好 时常团庆 请你常常祷告 对不对 常常读经 对不对 这些都是该做的 常常聚会 不要停止聚会 这个是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告诉我们 你做好你的信仰的功夫 竭力追求 让你能够达到永生 当你离世的时候 你跟别人都没有关系 你跟从耶稣到底 耶稣认你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的名 对不对 耶稣爱你 就这样 所以在这个疫情之下 我特别有一点感受 跟大家分享以上 不管外面的环境 变化多大 你不要被打倒 你的信仰 要更坚定 主耶稣 是永远不变的神 阿们 唱诗 三百五十二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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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